好来看到为了维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有导户志工 但是在人力的部分却让学校是伤痛脑筋 因此国立东华副小从这个学期就开始 特别发起了全校家长轮值一日交通导户的工作 以每天上学的30分钟加强学区交通 以及校园周边安全获得广大的回响 国立东华副小虽然附地不大 但全校却有900多名师生 每到上下学的尖峰时段 大量的人车潮难免会有险象还生的危险意外 为了维护孩童安全 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有导户志工 但在人力部分却让许多学校都伤透脑筋 每一年新生进来我们就会发通知单 希望他能够担任导户志工 但是其实大家意愿不高 原因第一个我要上班 第二个我一站下去以后就是要站一学期 我哪里有时间每天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导户志工 其实都是已经是当阿公阿嬷 要不然就退休老师 退休公务人员来 可是人力的需求确实需要 因此我们就思考 反向来去想 如果一个学期 那我如果弄一个天呢 我们认为担任导户工作 不是只有找出这几个人的责任 那是全校家长我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爸妈要照顾好 他们的安全才对 东华副校从今年六月开始规划 每个家庭在一学期中 只要利用一天三十分钟的时间 在学校周边的八个路口 轮值一日交通导户工作 政策一出就获得六百多名家长 热烈回响 那目前我们的那个家长呢 在配合上面还是蛮踊跃的 就是那我们有分成上学期跟下学期 那上学期就是二四六年段的部分 那下学期就是一三五年段 一个学期抽出一天的时间应该还好 就是参与进来才有比较切身的感受 你如果像我们这样平时可能宣导说 你小孩子下车就是快上快下 那个从右边下 有的时候可能对有的家长他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严苛 可是自己来做过之后 你就可能会觉得说 你的一台你如果能够很快的去离开 就是不会影响到整个交通动线 对就大家都会方便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建议 现在如果有新的人还有家长来加入的话 我相信最少会达到两个重要的效果 第一个是补足志工人数的不足 第二个是我相信只要家长来占过岛户之后 改天就会更耐心的来接送三方学 为了解决人力问题 东华副小动员全校完成这项任务 不仅让人力更为充裕 也让接送的家长更了解该遵守的规定 大大增加学童的永如安全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 等下来啊 好 感谢观看